正在籠罩北台灣上空了 也就是說現在開始 整個狂風暴雨 才會越來越明顯 目前我們所在位置 在基隆的外木山海邊這邊 已經開始飄起了 間歇性的陣雨 那現在可以看到 畫面上這個是整個 在沿岸的這個長浪所 一波一波拍打上岸 目前觀測到整個浪高 已經有4到5米的一個浪高樓 那相署也說了 預測在今天整個浪 會可能上看10米 因為目前整個台北海峰 它的這個波風圈已經在凌晨 已經接觸到台灣陸地了 那接下來在中心登陸的 這段時間之間 其實它的風雨會越來越明顯 整個北台灣都要嚴防 那除了這個浪之外 還要看到風 在今天北部跟東北部的 沿海空洞地區 都有可能會出現 11級到13級的一個強震風 那另外雨漬的部分 雖然在今天早上 在清晨的6點多的時候 其實雨還不是非常的明顯 不過會隨著颱風的接近 跟它的波風圈 會讓雨更多 那目前相署也發布了 豪雨特報 在8個縣市 尤其是全台的山區 都要來嚴防超大豪雨的一個發生 那目前基隆這邊 其實天色是越來越暗 剛剛還一度有陽光露臉的 不過隨著整個 波風圈的雲系 一直往台灣來靠近 籠罩之後 其實整個天色暗了下來 也看不到陽光了 雖然在剛剛來的路上 有一些早餐店或超商 還是有營業的 不過路上的人車 是明顯減少很多 還是要提醒 如果要趁上午中的空檔 趕快去做一些民生 物資的補給 還有時間 但一定要趕快做好 防疫準備 因為颱風真的已經在 靠近台灣風雨也會越來越強 再把時間換個棚內